還記得1993年第一部《侏羅紀公園》上映時 年紀還小的我們看完以後 曾經被嚇到好幾天都不敢靠近窗戶 害怕一拉開窗戶就會看到恐龍的頭在外面 一轉眼25年過去了 剛剛上映的《侏羅紀世界》雲落國度 非常的精彩 片中的刺激度也直逼當年的第一集 對《喜歡》這個系列的觀眾來說絕對是只會票價 而在電影裡出現的眾多恐龍裡 有五隻是特別亮眼的 因此今天的《苗董》系列 我們想要介紹這五種恐龍 讓你在看電影的時候可以對牠們更加了解 而《喜歡樂高》的朋友這次也有福樂 因為樂高推出了許多《侏羅紀世界》雲落國度的相關產品 裡面的恐龍也都非常值得收藏 影片的最後也會有抽獎活動的說明喔 三角龍是最普遍被認識的一種恐龍 主要出現在6800萬到6500萬年前 這種恐龍最大的特色就是頭上有一片堅硬的頭盾 還有三根像犀牛一樣的尖角 牠們的體型中等 身長大約在8到9公尺左右 體重約6到12公噸 三角龍性格溫和又是草食性 因此跟長頸龍一樣被許多人認為是溫柔的巨人給喜歡著 在電影裡三角龍們非常的活躍 甚至還有出現小隻的嬰兒三角龍 真的就像是樂高德堡系列裡面的公仔那麼可愛 而在1993年的《侏羅紀公園》裡面 主角們一開始遇見那隻生命的恐龍 就是一隻三角龍 自從《侏羅紀》系列問世以來 遜猛龍就瞬間變成了許多人心中最喜歡的恐龍 牠們是一群體型不大卻異常兇猛的群體動物 《侏羅紀》世界裡的主要角色之一 就是被男主角歐文馴養長大的遜猛龍小蘭 但電影裡的遜猛龍其實是經過劇組人員的誇大和改造的 在真實世界裡遜猛龍的外型更接近鳥類 甚至還有證據顯示牠們身上有許多的羽毛 另外遜猛龍的學名Velociraptor 在拉丁文裡的意思就是敏捷的盜賊 是不是非常符合牠們的特性呢? 在電影裡小蘭是《侏羅紀》世界唯一倖存的遜猛龍 而歐文也是因為對小蘭的牽絆而決定到島上去找她 片中小蘭的戲份一樣很多 喜歡小蘭的粉絲這次絕對不會失望喔 在上一集《侏羅紀》世界裡 大家應該都對那一隻靠著基因改造而誕生的《帝王暴龍》印象很深刻吧 在第二集裡犯了大錯的科學家們不只沒有學乖 還變本加厲地結合了《帝王暴龍》跟《遜猛龍》的基因 打造出了有暴龍的兇殘、《遜猛龍》的智慧的這隻《帝王遜猛龍》 《帝王遜猛龍》的身材大概是《帝王暴龍》的四分之三 但是速度卻非常地快 不只如此 它還非常地功於心計 甚至明明可以直接咬死人類 卻還是要先把人類耍得團團轉之後才下手 作為電影裡的主要反派 《帝王遜猛龍》非常地搶戲 劇組塑造出來他那種狡詐、凶狠的樣子 更是在我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拜《諸羅紀公園》所賜 相信所有的人只要聽到恐龍 都馬上會聯想到他們LOGO上 這隻最具代表性的暴龍 這種巨型的肉食性動物出現在6700萬到6500萬年前 牠們的特性是有巨大的頭顱、毀滅性的咬合 還有常常被拿來取笑的小手手 暴龍和三角龍和迅猛龍 是維三在《諸羅紀》系列裡的每一集電影 都有出現的當家看板明星 而暴龍雖然兇狠 但是每一次出現 都是以英雄的姿態解救了主角們的危機 這次在《殞落國度》裡 暴龍有同樣非常帥氣和震撼的登場 也有出現在這次的樂高合組裡面 也絕對會滿足暴龍迷的需求 雖然剛剛已經介紹過這麼多種帥氣的恐龍 可是整部電影裡面我們最喜歡的 卻是這隻小型的冥和龍 壯壯龍最大的特性 就是牠頭上有一個像是圓球一樣的凸起物 周圍環繞著許多的角刺 在電影裡 當壯壯龍受到刺激或是害怕的時候 會用牠堅硬的頭去攻擊 但牠們其實是草食性或者是雜食性的恐龍 平常也不會主動攻擊其他的動物 而有研究顯示 牠們頭上的圓頂比較像是裝飾物而不是武器 不過當電影裡面看到壯壯龍橫衝直撞 把所有的人撞得人牙馬翻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很可愛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應該對電影裡面這些搶眼的恐龍 有更深的認識了吧 而感謝樂高的贊助 我們也有一組《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的樂高合組 要送給大家 詳其可以參考影片下方的說明喔